我觉得那部动画就很好 对对对 那部动画就很漂亮 对吗 很好 那是一个小天使 没有可爱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与北流董事长黄韵玲 哼唱起经典卡通 小天使的主题曲 副市长黄珊珊 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欣赏吉普利动画大师 高田勋展 看到这部经典动画 小天使的场景画面 让他回忆起 童年的快乐时光 那应该这边可以看到 他们那时候去取景的时候 刚刚有看到 对他们就真的到那个地方 然后大家一起去 这真的是阿姨这个画的 对 那年轻的高田勋 然后跟宫崎俊 我们小时候他一样很严重 很了不起 他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还好有这个展 都不晓得有这样的故事 而且那时候可能 还不知道票房会怎样 全部都是靠着一股热血 都是先去 对 然后当然也是他们的公司 支持他们出去看警 那当然整整个过程就是 那时候他 还没 还没 对那时候他还在东映的时期 东映 对 这档吉普利动画大师高田勋展 是日本在海外的第一站展出 带领民众深度认识高田勋导演 这一身最完整的动画作品 有珍贵的手稿与分镜构图 还可以看到许多快智人口的动画作品 小天使 萤火虫之木等经典画面 勾起许多民众的回忆 因为这个展览为什么会策划呢 主要是因为 其实高田勋 大家应该可能台湾人多数 可能不要认识吉普利跟宫崎俊 但是大家可能 可能会比较忽略 就是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吉普利工作室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高田勋 对 那他们在1985年的时候 就是高田勋 宫崎俊 还有一个叫林木敏夫 他们三个人一起成立了吉普利工作室 然后所以他们三个人呢 就是他们这整个 这段期间创作出来的相关的一些动画 等于就是陪伴了多数人一起成长 然后甚至象征了一个日本动画的 近半世纪的发展 对 有一个非常象征性的一个地位 那因为高田勋导演 他在2018年的时候 因为肺癌也过世了 对 然后所以东京近代美术馆 跟吉普利工作室 这两个单位呢 就为了缅怀他 他就等于帮他策划了一个这个展览 那这个展览 也有点算是他的生平的一个回顾展 等于从他的一开始 他还没组成吉普利工作室之前 他是在东映动画 对 从东映开始的时期 他怎么样踏上导演的这个之路 然后怎么跟宫崎俊的合作 然后最后创作了哪些 就是他的生平做了哪些动画 然后最后有名的像 《辉耀基物语》 是他的最后的一个作品 整个中间的这样过程 他怎么样把他的 就是他的所有相关的一些文献啊 资料啊 甚至想的一些分镜构图 全部都做了一个展触 然后大概有两千多件的一个资料 在这边做呈现 对然后他的展览 从2019年开始在日本巡回 对然后台湾等于算是他海外的第一站 然后我们就选在北流这个地方 太棒了 北流才是你的首选 然后到第三区开始 就是他这个年代 他这个时期 他开始在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因为他是日本人 对他是日本人 然后日本人来创作日本的动画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意义是什么 然后他开始把一些 他一样着重描写日常 但是他把他拉回来日本的故事 所以像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 《萤火虫之木》 就是大概是这个时候的一个作品 他是不是考要回到去 对比如说在那个战争的时期 然后发生那样事情 然后可以给当时的年轻人 什么样的感触 就是有不同的反思 像 对像比如说像《萤火虫》 一开始放在这个位置 下面大家看起来很温馨 就是兄妹在好像是《萤火虫》 但他上面有一台轰炸机 那就有人说 那那个火到底是战火 还是《萤火虫》 这样其实有这样的意义含在里面 重新认识吉普利 从他的动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细微的一些表现 还有分秒必争的整个动画的过程 非常非常的棒 我本身也在台北职业 不过真的没有那么多 规划的行程在这里 这一次我是在南部 由南部的朋友带领到台北 那我觉得非常开心 可以重新认识北流 我们是从高雄来的一个艺术团体 然后藉由这个流行音乐中心 我想有北流也有高流 然后让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艺术这件事情 并不是在一个艺术殿堂里面 它已经串流到每个生活的细节 有人很喜欢看建筑 那建筑里面讲的是点线面 然后动画里面 尤其高电薰这个展 你从线条 然后再构成了整个的面向 加上色彩 我认为能够让北流 透过了音乐 加上大家都知道 龚崎俊 加上九十浪 我觉得北流放在这个展 它真的会让大家知道 说所有的艺术 并不是只是在一个美术馆 或者是说 在一个你们熟悉的殿堂 只要是一个展演艺术 很适合的空间 我任何一个民众 都可以去享受到 这个艺术的价值 这是我觉得艺术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艺术 主要是因为第一个 这是北流成立以后的 第一个大型的外策展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也希望市民朋友 能够到这边来看我们 这边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不仅仅只是 大家听着听演唱过的地方 它其实还有非常多 可以策展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吉普利 我是会到日本去山音 山音他们的物馆去看的 所以因为我小孩 小孩就喜欢看动画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看动画 尤其是他们这家公司的三大集合的动画 我就觉得是 应该对台湾来说 它都是经典 那今天的高电薰也是 看了会让人很感动的 几个很有名的作品 我就觉得看到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可以学到很多 可能我们从动画里面去学到的东西 可能比生活上好 就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第一个先来 一定要来看一下 不然就要飞到日本才有得看 这几年又不能出国 所以能够来这边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能够到北流来看看 吉普利动画大师高田勋展 是北流成立后的第一档 国际级IP大展 动画迷们不用飞到日本 来到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就可以尽情欣赏 主办单位欢迎喜爱动画的朋友 一起来认识日本动画的 目前与幕后故事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